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但相遇不是一种技巧 祈祷首先是天主走第一步 人是回应 天主来和我们相遇 纯粹是一种恩宠 然而在两个层面上 我们可以谈祈祷的技巧 也就是尽心的技巧 我们在上一回已经谈过了 现在就让我们来谈谈 如何积极将自己至于主权的技巧 事实上这两者并不是截然不同的 他们有重叠的地方 如果我们回到收音机或电视的比喻 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就更加明显了 我们听不到收音机的声音 有可能是身边的噪音太吵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需要叫制造噪音的人或物品安静点 不然就得换个安静的地方 还有另一种可能的情况是 我们听不到收音机的声音是因为机器故障 开关没开或没有调对频道 如果是这样 我们静下心来也没有用 除非我们能把收音机修好 开启开关 调好频道 现在我们关心的是修复和调好频道的这两件事 收音机是个很恰当的比喻 正如一台故障的收音机 无法接收广播 同样的 一个破碎的灵魂也听不到天主的声音 罪人要先被治愈 被修复 被净化 而后天主的声音 才能够穿透灵魂 从圣经和整个教会的传统 都可以清楚看到这一点 有一次 主耶稣对经师和法利塞人说 不是健康的人需要医生 而是有病的人 我不是来招异人 而是招罪人 主耶稣要说的是 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 都受到原罪的沾污 祂是为我们每个人而来 唯有承认自己病的人 并寻求医治 才能得到主耶稣的医治 我们这世代人很难接受 自己需要被净化 需要医治 他们希望的是一个充满欢笑 友谊的宗教 没有地狱 没有痛苦 也不需要补俗 但主耶稣告诉我们 一粒麦子 如果不落在地里死了 仍只是一粒 如果死了 才结出许多子力来 唯有放弃一切 跟随耶稣 才能获得百倍的赏报 连迫害也在内 并在来世获得永生 圣保禄中途在阐述 洗礼的恩宠时说 难道你们不知道 我们受过洗归于基督耶稣的人 就是受洗归于他的死亡吗 我们借着洗礼 已归于死亡 与他同胀的 为的是基督怎样 借着父的光荣 从死者中复活呢 我们也要怎样 在新生活中度生 又说 我们的旧人 已与他同定在十字架上的 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 我们相信也要与他同生 你们也要这样看自己是 死于罪恶 在基督耶稣内 活于天主的人 这条路今日没有人喜欢走 他从来就不受欢迎 但却是唯一的路 在教会的灵修传统上 让我指出 两本灵修经典著作即可 第一本是圣伊纳诀 他们极力强调 在与天主真正的结合之前 必须先经历一段长时间的 净化过程 圣伊纳诀 圣伊纳诀在神超一开始的说明后 就指出 圣伊纳诀是为战胜自己 整顿自己的生活 不让某种不正的心情 影响自己做决定 圣伊纳诀的浅词用字 十分鲜明 神超最重要的目的就是战胜自己 将自己从那些会左右我们决定 扭曲我们洞悉天主旨意的 一切诗意偏情中超脱出来 圣伊纳诀所说的操练 就是那些积极准备自己 与天主相遇的技巧 圣死之若望将灵魂的进化 分为主动和被动 主动的灵魂进化 指的是我们必须积极让自己与天主相遇 而被动的灵魂进化 指的是天主为进化我们所做的事 为圣死之若望而言 后者重要得多 他在两种心灵的黑夜 所讲的就是被动的进化 圣死之若望所描述的两种黑夜 一种是感官的 比较普遍的 发生在祈祷初学者的身上 另一种是灵魂的 比较少数的 发生在有祈祷经验人身上 虽然他在此指的是那些 经历感官黑夜的初学者 但他们却不是真正的祈祷初学者 圣死若望所说的初学者是 那些在灵魂的灵魂的灵魂 这就是在 潘灯加木楼山中所描述的 那些努力积极 静化灵魂的人 静化的基本原则是 自我认识和认识天主是分不开的 如果我们对真正的自我 缺乏深度的了解 我们对天主也不会有深入的认识 认识自己是一件痛苦的事 罪的最明显结果就是 很难面对真正的自己 亚当吃了禁止吃了果子后 便开始替自己的行为找借口 在福音中 当耶稣摘下经师和法伊赛人的面具 揭发他们心中的意念时 他们无法面对真实的自己 也不能忍受自己的真面目 在大庭广众前被揭露 更正确地说 他们自我保护 试图谋害耶稣 圣若望中途在他的福音中 说得极为有利 审判就在于此 光明来到了世界 世人却爱黑暗甚于光明 因为他们的行为是邪恶的 的确 凡作恶的 都证悟光明 也不来救光明 怕自己的行为彰显出来 所有的灵修导师都强调 如果我们要与天主相遇 就必须摘除面具 认识自我和认识天主 是分不开的 看清真实自我的过程 我们的本性欲望 而不管其本身的好坏 如果我们试图拔除 所有本性中的欲望 那么我们的目的就是 希望能够真正自由地去爱 唯有从骄傲 野心 贪婪 和自我中心的欲望 得到释放 我们才能真正地去爱 对大多数人而言 能自由地去爱 是一个漫长 渐进的过程 而且需要天主恩宠的辅助 主耶稣说 没有人能侍奉两个主人 他或是要恨这一个爱那一个 或是依附这一个 而轻忽那一个 你们不能侍奉天主 而又侍奉钱财 现在就让我们做一个门房的操念 这是第四世纪 沙漠教父彭迪谷所提出的一种灵修操念 告诉我们如何与我们的思想和感觉相处 现在让我们坐在椅子上 背可以挺直 或是让背贴在椅背上 双脚自然地踩在地上 不往前伸 不往后缩 闭上眼 两手自然放在大腿上 两手自然放在大腿上 手心向上 头摆正 自然的呼吸 不急不徐 这样可以让自己的身心灵 安顿下来 当我们安静下来以后 只要安静地坐着 不需要祈祷 不需要默想 不需要阅读 也不需要思考 这时候你会经验到 在你的脑海当中 会浮现出一些思想或念头 就让他们来向你敲门 让所有的思想念头都浮现出来 并向你敲门 这时 你可以每次问其中的一个 问其中的一个念头或思想 你想告诉我什么 你是个不术之客吗 或是你想跟我说一些 对我重要的事吗 在你里面隐藏的什么样的渴望 若你用这种方法可让一个念头或思想 退去 你可以用这样的方法询问下一个 最后所有思想和感觉 会带你走进你灵魂的深处 并引领你走向欲居在你内的上主 相声 再用这种方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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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